看看你们俩 不是不服气吗 快算了吧 都把枪放下 到大家了 不好了 不好了 谷玉小姐她 都别动 谁要动我就一枪打死她 唐北 你怎么在这儿 赵金哲 你是来救人的对吧 本姑娘今天是来杀人 杀人 杀我 没错 你真相信唐东是我杀的 我哥是不是你杀的 你都得死 因为你是欧阳大满要杀你 欧阳大满是我的男人 我说过 随时都可以为心爱的男人拼命 你喜欢欧阳大满 不对啊 好像他喜欢的人不是你啊 他喜欢谁是他的事 我喜欢谁是我的事 唐北 喜欢一个人不用为他拼命 那欧阳小满呢 欧阳小满不是也为你拼过命吗 一把匕首下走了一个牌 哎 赵金哲啊 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这样 你要杀的人啊是我 你把他放了 咱俩好好聊 行吗 你当我是傻子呢 如果你真拿石骨羽当哥们的话 你就赶紧点自行了断 不然 我就打死他 还慢着 你不要冲动 你打死他你也跑不了 本姑娘今天竟然来到这儿 就没想着活着出去 赵金哲 你到底是不是个爷们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他 赵金哲 我跟你早就不是哥们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该干嘛干嘛去 唐北 别激动 还是你 你冷静他 我再说一遍 咱俩已经没关系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 唐北 开枪 好 赵金哲 我现在数三下 不是你死 就是石骨羽死 一 二 你们文化人是不是都这么腻味啊 几秒钟搞定的事 啰里啰嗦的烦不烦哪 怎么样 开枪 没事 哎呀 就是有点头晕 是 冷冰冰的枪口啊 对着谁的脑袋 谁都害怕 你没有被吓晕了 已经算是女中豪杰了 兄弟 这丫头啊 不是紧张害怕 她是蒙汉要的药件 还没完全过去呢 这够热的剑婆娘 不知道给她灌了多少药啊 丫头 把这碗汤喝了 一会儿就没事了 等等交代 谢谢你 兄弟 你这朋友真是不错 是个两肋茶道的主 我就是不明白了 挺俊俏的一个小丫头 你怎么喊人家是哥们啊 就应该喊她一个哥们 难道喊她丫头啊 对吧 从小我就这么喊 她都习惯了 是不是 老大 你愿意当我哥们吗 不愿意 和一个小丫头成兄道弟 我这个清风令的大当子 还有什么威风啊 我不管 反正我扼上您了啊 我以后就当你是我哥们 你还真想落草为寇啊 当然啦 不过她不行 为啥呀 她是有爱人的人 爱人 就是 夫人 兄弟 你成亲了 胡说八道 别听了胡说八道 我没胡说 她真的是有爱人的人 她的爱人叫小满 是个又温柔又漂亮的女孩子 你应该见过她呀 反正你千万不能留她在这儿 真的我不是吓唬你啊 要不然的话 小满她爸 肯定会在你们清风里下边 架十几个大炮 把你这狼狼虎穴 给你扎得一马拼穿 当家的 什么事啊 那位唐小姐的伤口 已经包扎好了 您看 但当家的 把她放了吧 她们也是个挺可怜的女孩 老大你千万别听她的 凭什么听你的 胡约 你说我们清风里什么人哪 你说我们清风里什么人哪 手还疼吗 我告诉你啊 刚才要不是因为我要劲没过 我还晕着呢都站不稳 你根本就不能得丑 你现在要是手不受伤的话 我费得跟你再较量一下 看下来到底谁能杀得了谁 少给我来这套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呀 没事吧你 是你上山要来杀我的 我可从来都没说过我要杀你 石谷雨 我奉劝你一句 你尽快把我杀了吧 要不然早晚有一天 我都会把你杀了的 你真的是因为 喜欢欧阳大满才来杀人的 欧阳大满是我的男人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女人抢走她 唐梅 我真心谢谢你 能喜欢欧阳大满 我更敬重你能为她玩命 大满能有你这样的红颜知己 真是她这辈子的福气 麻烦你回去替我转告一声 就说我石谷雨 祝福你们 你什么意思啊 你喜欢大满 我不喜欢 在这个问题上咱俩没有分歧 也没有矛盾 更没有相互残杀的道理 我以为她会找那个疯丫头 拼命呢 看样子没事 谷雨就是这样的人 她嘴巴硬 但是心肠然 兄弟 你真的成亲了 没有 你别听老说八道的 那你还等什么呀 这谷雨小姐人多漂亮 讲义气心儿又好 你上哪儿找去啊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我们 算了 不说了 咱们男人哪 最看重的是三样东西 好枪好马好女人 只要你看重了 就得立马下手 我最烦你们这个文化人 腻腻歪歪的 你别看我那媳妇是张一样脸 她有一句话说的 还是很有文化的 什么话 自己的猪自己宰嘛 这句话真有文化 自己的猪自己宰 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是很明白 大概就是自己的饭自己吃 自己的酒自己喝 自己的女人自己睡 不管旁人说什么 大哥 我想问你个事 老叫你独眼老三 独眼老三 你的本名是什么呀 快别说了 快丢人了 这又什么丢人呢 自己的名字 哎 我老家呀是河南人 我姓胡 叫胡辣汤 你叫什么 胡辣汤 你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听我娘讲啊 我们家那很穷 要什么没什么 我娘生下我的时候啊 就想喝一碗胡辣汤 我爹男买不起 就老去馆子那缺墙 结果被人打死了 我娘怕我和我爹一样 点一碗胡辣汤也买不起 就给我起名叫胡辣汤了 他老人家也是气糊涂了 胡辣汤是个人名嘛 后来啊 我娘临死的时候 把这件事告诉我了 我一气之下 把那家罐子给烧了 独自跑出来闯天下 后来到了这个清凤岭 就落脚了 妹妹啊我才十二岁啊 你十二岁就落草为寇了 是啊 这早年的清凤岭啊 不是个土匪沃尔 是个红香会的一个分舵 当时的舵把子呢也是个河南人 就把我给收留了 这样吧 我以后还是叫你胡大哥 这独眼老三独眼老三的 太难听了 行 咱们以后就是好兄弟了 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 怎么了 怎么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好了 好了 知道了 你坐着 我去一下回来 行 她跑了 夫人一定要走 拦都拦不住 知道 你们出去吧 够热的贱婆娘 真是自己的主自己宰呀 你哭什么呀 我刚才差点挨枪子我都没哭呢 郭宇 你告诉我 怎么才能让大满哥喜欢我 怎么才能让他跟我在一起呀 这我怎么知道呀 你自己去问欧阳大满啊 行了 唐北 今天太晚了你也受伤了 你别早在这住吧 明天我一早送你下山 我是听别人说的 但我不知道对不对 他们说 爱和被爱是一个 不能分割 但又很难融合的一个整体 你如果要是真的喜欢一个人 你就得问问你自己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到快乐 那对方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同样也感觉到快乐 小李 看见唐北了吗 今天中午下班就没有看到他 我们也在找他 怎么 你身体不舒服 要不我帮你找医生 不用了 谢谢 那我先走了 我也没想到独眼龙会出卖我 毁了我们的计划 我来是专程跟您说声抱歉的 我已经和独眼龙分开了 和清风凛没有任何关系了 赵京哲还没死 时故雨还在他手上 你现在跟我说没关系是吗 我已经尽力了 独眼龙在清风里几十年 山贼都挺他的 我真是没办法了 刷我 欧阳公子 我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 你记得我好像放过你生路吧 我赔钱给你好吧 我还有好多钱 足够买回你损失的武器 我全部都给你 我只希望您留我一条生路 妍然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要你的那些钱 我再给你三天时间 去把赵京哲的脑袋拿过来给我 三天时间 这怎么可能呢 欧阳公子 这次失败也不能完全怪我呀 要不是唐北跟着搅和 我完全可以成功的 唐北跟着搅和是吗 唐北怎么样了 伤没什么事了 脑子出问题了 你说她喜欢猪疯满女喜欢呗 她做出这种事来 她是不是疯了 行了 别跟她一般解释了 说说你的事吧 你也打猪 我自己的猪自己在 别用不着你们替我安排 你不能留在青红岭 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那你呢 这还不是你待的地方吗 你不是也照样在这儿 我答应过打当家的 我不能言而无信 小满会同意吗 你知道她是最恨土匪的 她可以看不起我 也可以辱骂我 怎么都行 我有所谓 那 顾月啊 她 我跟小满之间的事 你就别掺和了 刚才唐北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倒是觉得 她挺难回答 什么问题 她问我 她到底怎么做 才能让猪头蛮喜欢她 云哲 你要是真心喜欢小满 就应该做一些 让她开心的事 而不是伤她的心 我劝过她 可她根本不听我的 就像中了邪一样 什么都不在乎 所以你就带着她上山 去杀谷雨是吧 她拿枪逼我 我没办法呀 您知道 我虽然是清风里的压寨夫人 可我绝对不是那种 胆大妄为的土匪婆 我特别怕死 你不怕我杀了你 唐北答应过我 会保护我 要替我出头的 再说一遍 她真是这么说的 妍儿夫人 如果我知道你在外头 胡说八道的话 你知道我会做什么 我绝对不会胡说八道的 一定收口如瓶 我如果有半句假话 天打雷劈 唐北还在封灵上吗 她受伤了 今天晚上应该下不了山 你刚才说 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是吧 好 这么晚了 田队长有事 清风里的压寨夫人 主动到军营来自首 她已经证实 赵金哲就躲在清风里 是孤云在她的手里 她到军营来了 人呢 我已经把她带来了 进来吧 长官好 她就是清风里的压寨夫人 我已经和独阳老三 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已经改邪归正 迷途知返了 你改不改的我不关心 别害怕 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我不会为难你 凭什么听你的 别任性好不好 我觉得她确实是在保护你 出国留学是对你最好的选择 我自己的路自己走 用不着你们安排 郭云 我已经没路选了 你不一样 你还有美好的未来 美好的明天哪 我喜欢在一棵树上吊死 关你什么事啊 你还没劲呢是吧 我告诉你 明天你走也得走 不走也得走 赵金哲你也给我听好了 我不是你手里的风筝 你想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 照你的说法 是赵金哲勾结独眼老三 截了军车抢走了狗羽 也不能算是勾结 赵金哲已经是清风领二当家的了 你等会儿 什么二当家啊 赵金哲落草了 他说他是卑鄙无奈的 还说要替天行道 有仇报仇有冤深冤 他还说 说什么 还说要和十八团 血战到底 那谷 谷雨呢 他什么态度 谷雨小姐听赵金哲的 赵金哲让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赵金哲 赵金哲 虽然你们放了我 我还是不会领亲的 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有机会有机会 先回去把手上养好吧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在我的记忆里啊 你一直是一个既单纯 又可爱的女孩子 怎么现在会因为爱 去做杀人的事呢 你不用在这儿假惺惺的替我惋惜 我还是不会领情的 不管结果什么样 我都认了 帮我件事吧 你是当土匪大糊涂了吧 你觉得我可能帮你吗 麻烦你帮我把这封信 交给我养尊 你赵金哲不是胆子挺大的吗 干吗不自己去教 我怕死 拜托了 你的枪 做军人命可以没用 但枪不能丢 去吧 好 兄弟啊 你的心肠太软了 在外面床倒是要吃亏的 兄弟 坐 我刚才呀 和谷玉小姐谈过了 她是铁了心要留在清风陵 既然是这样 你也就别再走了 不行 我可以留下 谷玉必须离开 他也是这么说的 我说兄弟啊 我怎么有一种 被你们俩当做猴耍的感觉呀 谷老师 你想多了 兄弟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看得出来 你们呢 都不是心甘情愿落草的人 听良心话说 确实也不是什么 当山贼草壳的命 所以我不放心 你们要是一去不回 跑到天涯海角 我到哪儿找你们去呀 清风陵的胳膊没那么长啊 兄弟啊 清风陵需要你这样的铁血汗子 大哥为了留你啊 把什么都豁出来了 你总不能让我陪了夫人有折兵吧 我理解 那您说怎么办 这样吧 你可以自己送顾瑜走 期限是十天 十天以后我还看不到你呀 那我只能是想尽一切办法 把你喜欢的欧阳小姐请到山上来 做我清风陵的压寨夫人 我告诉你 不许拿小马说事 你别这么冲动 我说的是十天以后 那也不行 但凡可以伤害到小满的事情 你想都不要想 那兄弟 你是不是在威胁我呀 如果你敢打小满的任何主意 我会跟你拼命 胡大哥 胡云 胡云 你愿意娶我吗 胡云 你胡说什么呢 赵静哲 我和胡大哥说话 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 胡大哥 你放他走吧 我留下 我愿意做你的压寨夫人 我虽然没有那么漂亮 但我觉得我应该不比厌人差 我不是那么喜欢钱 不管到任何时候 我都不会卷着你的基因珠宝逃跑 胡云 闭嘴 我妈死得早 从小都是我爸一手把我拉扯大的 大人们都说 我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像个假小子 其实我觉得 我还是挺有女人味的 真的 我爸跟我说 两口子过日子 不仅要讲感情 更要讲缘分 我觉得咱俩就挺有缘分的 对吧 胡大哥你放心 我不是用假话在糊弄你 我是真心实意地想跟你过日子 腹不沾光 穷不舍弃 肝胆相照 生死与共 这些我都能做到 你相信我 赵金哲 你不想祝福我们吗 算了 你不用祝福 没有你的祝福 我跟胡大哥也过得一样会很好 胡大哥 你要是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了 成亲的日子有你定 有没有财礼我不在乎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让赵金哲离开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见这个人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见这个人 独次清风领突围退路 王泽优 到 被撤 藤子 去哪儿 去谈判 喂 什么 我爸要去和草寇谈判 对 他人呢 正准备走哪儿 谁也拦不住啊 爸 别劝我 我这都摸出奖子来了 爸你不能去清风领 太危险了 怕危险吗 你老爸什么没见过 我会怕警司沾责草寇 我去行吗 你生生吧 不是爸 你看啊 你让人去了就代表十八团 谈成了还行 如果谈不成了 咱们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我去 就算是谈不成了 我也不会给十八团丢脸的 而且爸你知道 吴宇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我宁可赵经哲伤害我 我也不想赵经哲伤害她 你相信我这次行吗 欧阳团长 接师傅电话通知 容市长马上就到 团长 你记得 小之一礼 你的目的就是歇骨与小山 不到万得也不要发生冲突 如果谈提条件 只要不过分 一律答应 明白 蚝蚝竖 励苑 励苑你开门啊 我有话跟你说 看什么 听着 大满哥 上车吧 我还要回医院呢 上车 师父又告诉你 别说你要嫁给队阳老三 你就是想继续留在清风陵 我也不答应 你现在就给我走 你是我什么人 我凭什么听你的 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哥们啊 你这次能不闹了吗 赵金哲 你听好了 我以后不想再傻乎乎地做个假小子了 我想做回女生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 你知道吗 你这样做根本不是在帮我 你是在找我的心 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 我说过我说过我是在帮你吗 我就是想找一男人嫁了 胡大哥人挺好 我喜欢他 我愿意跟他白头到老 厮守终生 郭云 郭云 放手 我不放 如果咱俩有缘再见的话 你应该改称呼 喊我一生嫂子嘛 看你是铁了心的 要嫁给队阳老三了是吧 好 没问题 除非我死了 兄弟 兄弟 你不觉得她的法子 比我的法子更损吗 刺激得逐自己宰 这丫头比起你我更有主意 来人 把这两个人都给我赶出去 胡大哥 滚 你们俩都给我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胡大哥 我不是随便说说的 我是认真的 我也不是随便说的 你说的那些什么压寨夫人的话 就当西文听一听就算了 当不得真 你快滚吧 那该滚的不是我 应该是赵金哲 都滚 我现在看见你们俩就烦了 胡大哥 你怎么回事 昨天去哪儿了 不是你让我去打听古语的情况吗 打听古语的情况用彻业违规吗 手怎么了 手怎么了 碰上的 碰上啊 碰枪搞上了吧 你是不是见过嫣然了 自己说说吧 嫣然那个丑丫头都告诉你了 还问我干什么呀 碰上是跟我说了点事 但是我没听明白 唐伯 你知道我现在特别笨 对吧 这种本事了 可以要挟我了对吗 大碗哥 我当时就是那么随口一说 随口吗 我把你当亲妹妹一样对的 你就这么回报我 可是我不想做你的亲妹妹 我想做你喜欢的女人 做你的妻子 那你就想杀我喜欢的女人对吗 因为石骨语他该死 他辜负你背叛你 他对不起你 是我的事 跟你有关系吗 大碗哥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看在我死去老哥的份上 就放过我这一次 我真的再也不敢了 大碗哥 你知道我这么多事情 你觉得 我能相信你吗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我真的不会的 来 起来 坐 来 我今天原谅你 好吗 嗯 从今天开始如果我听到 你唐北嘴里说出任何一句 要挟我的话 后悔知道吗 知道 知道吗 好 好 说说吧 赵金车为你会给你放的 你不会被他收买了吧 那你这回回来是要杀我呀 还是杀我爸呀 赵金车让我带回来一封信 是交给欧阳伯伯的 信哪 好 欧阳伯伯 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送顾雨离开清风陵了 无论我对你有多少积怨 多少部门 甚至说多少仇恨 我还是要由衷地感谢你 为谷雨做的安排 我们之间的恩怨和谷雨没有关系 离开风陵也许是他最好的选择 为了感激你这份对晚辈的关怀 我决定 收回我自己说过的话 收回那封血书 还有 请欧阳伯伯不要过多地责备小曼 她是个好女孩 如果说有错的话 所有的错都是因我而起 是我胁迫她做了十多天的人质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替我向小曼说一声对不起 我想你保证不会再缠着她 不会再做梦 好人应该有好报 小曼应该有属于她自己的幸福生活 我给不了她 尽此致谢 赵静哲 你看过这封信吗 没有看过 你想不想知道它里面写的是什么 好 这封信里把咱俩所做的一切都写进去了 包括你要杀古语的事 大曼哥 我真的不知道心里是什么内容 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看过 还有谁看过这封信 赵静哲当时是单独交给我的 他告诉过别人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没有看过这封信 好 我相信你 知道骗我的后果吗 知道吗 知道 那不是黑虎吗 出什么事了 怎么这么急呀 可能出事了 这下麻烦了 这么大的阵势 十几门大炮 十八层的炮营 全部加荡都用上了 他们是从清风里来的吗 从我来的 我连累了清风里 那咱们怎么办 那边有条小路 你从那下山可以通到石松口 赶紧走 那你呢 我不能走 不得留下 我不能让胡大静 大哥他们给我扛雷啊 那我也留下 你赶紧走 都什么时候 赵静哲啊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开始骗我 想把我送走 然后你再回来 这都什么时候了 火烧没冒了 赶紧走 闭嘴 你信不信我给自己也拜一个葬礼 当家的 十八团的炮营 全部出动了 十门大炮 定是咱们清风岭啊 当家的 后山出现了当兵的 总有一个营的兵力 当家的 槐双周围发现十八团的人 当家的 柳子湾附近发现十八团的人 欧阳团战还真是巧得起我 摆出这么大的阵势 我多儿老三战胜威王那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礼遇呢 当家的 都火烧没梦的 您还说这样的话 十八团跟咱清风凉 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 这次他摆出这么大架势 明摆的是问赵金珍来的 这回啊 咱们清风凉可就谈了事了 晚了 当家的 有机说得没错 咱们清风凉跟十八团 没有过节啊 对啊 这次都是姓赵的那小子给惹的 他倒是先跑了 让咱们兄弟当顶门了 是啊 当家的 赵金珍肯定知道 清风凉要大祸临头了 所以叫地板抹油跑了 当家的罪他不保 他就这样回报你 当家的 他们肯定没有跑远 咱们去把他追回来 对 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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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追回来 你们跟着我混了这么多年 吃香喝辣 穿金带银 整天说什么 不念童年童月童日生 就念童年童月童日死 把两肋插刀的话 说得比铜锣还响亮 真刀的关键的时候 都怎么了 都成了梅年子的炮掌了 你们的胆子呢 都喂骨吃了 好 好